张松不愁我刚刚解释过张松不愁张松不愁朝朝是真愁朝朝真愁朝朝还矮还矮所以很多民事看不上朝朝这是有道理的一点都不奇怪 对何彦帅何彦帅曹之也帅啊所以你看啊所以他的思路是这样的啊结果现在呢他认为我我我靠着脸靠着我我我我这个爱读书的这个人设啊我结交民事还那么困难呢 对吧啊我现在还跟民事的关系出于一种一种那么痛苦的关系呢现在我的脸又完蛋了那我不更完蛋了吗所以他不仅仅是简单的容貌焦虑啊还不是那么简单的容貌焦虑他里面还有深层次含义啊明白了吧嗯明白了所以但凡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你要穿越回去但凡看到了这各种各种三国的民事啊要么是帅哥要么即使脸一般他也气质 很出众富有诗书气自华哎对吧就就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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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说的诸葛景啊吕帆淳朴呃蒋干这种啊他也得做到这种他做到这种你不然没法混呢啊没法混呢嗯好我们去看 根据这个搜神记的记载孙策杀了鱼吉后每次一个人静坐时好像看到鱼吉就在身边他内心非常厌恶鱼吉很多次失去常态后来医生治伤口时候哎有所好转他却拿着镜子自行照 看见了鱼吉在镜子里回头看看又没有像这样反复出现于是啪的一下哎镜呃扑下扑下镜子大声叫喊双口伤口奔裂就死了嗯就死了 所以你看啊三国演义采取了哪个说法采取了搜神记的说法认为是什么认为是鱼吉的鱼吉的魂魄来扰乱了孙策看到没有三国演义这个罗冠宗不是瞎写的他还是用了搜神记的说法但是搜神记呢本前就是一本道家神仙的书他的可信度不高你看搜神记一直在说啊鱼吉没死啊鱼吉化神仙 啊啊对吧鱼吉修真了对吧所以按照这个搜神记你把它整个的逻辑并起来就是就是你一个孙策是军阀怎么可能杀掉我们道教的神仙呢对吧鱼吉没有死啊哎鱼吉只是人家原因期了人家化神期了对吧对吧人家虚空期了哎对吧然后完了人家在用修真的能力啊像真子一样从镜子里爬出来鱼吉跟真子一样把孙策照镜子的突然发现一个小人等等等等等等要从镜子里爬出来 直接把孙策给吓闷了 所以搜神记是站在报价的角度的一定要写鱼吉向孙策复仇啊 所以呢这个说法呢那肯定是可信度不高想都不用想想都不用想的事啊但是呢这个说法呢跟上一个说法呢可以勾连起来 你看孙策不是照着镜子哎然后很愤怒吗啊然后不是拍着拍着镜子不就死了吗对吧可能的是民间脑补哎孙策为什么照着镜子就死了呢照完镜子一愤怒就死了呢哦明白了鱼吉从镜子里爬出来了 所以你看民间老百姓的智慧是无穷的呀对吧你想这帮道家的人也得为鱼吉找折呀对吧鱼吉要为孙要向要报仇要杀掉孙策怎么才能杀孙策呢哎一番民间传说哎既然孙策是照完镜子死的那有没有可能是镜子里爬出了鱼吉呢哈哈哈 所以你看这个脑洞也很有意思 我写的小说这里同镜里有幽盘 孙策死了嗯 全称尊号嗯啊不不不读原文 孙权登基称帝后啊这个给孙策追证了什么呢 长沙桓王好好新问题来了新问题来了好多人看到长沙桓王这四个字呀是气得咬牙切齿呀 孙权为什么不给孙策追证为皇帝对吧江东都是孙策打下来的你孙权忘恩负义孙策就应该分个皇帝对吧 你还桓王桓是啥意思因为桓林二帝呀桓是个侮辱人的词对吧你你要把自己的哥哥比喻成汉桓帝吗对吧 那汉桓帝他就是个昏君呀你什么意思你想说你哥哥是个昏姬你看这里孙策孙权多坏对吧人家孙策打下江东你就是个坐江山的你是个坐享其神的人哎你当了皇帝过后你还侮辱你哥哎这么理解对不对这么理解对不对 啊我刚才说的这个这个这个大部分的理解对不对 嗯 不对啊不对对一半太对了太对了太对了不对太对了啊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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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你们意见还不太统一样好我一个解释啊我先解释啊你看他四个字超 长沙还王要解释什么是长沙为什么是长沙要解释为什么是还要解释为什么是王首先第一点啊第一点孙权当了皇帝他追分自己的爹当皇帝这个是符合礼法的符合礼法的 当时没有听说没有听说哪一个人能追分自己的哥哥是皇帝的没有一个都没有他是完全不符合礼法的你不能追认自己的哥当皇帝那好你你爸是皇帝你哥也的皇帝怎么令怎么令那你是孙子辈吗那你爸是爷爷辈你你哥是爸爸辈你的孙子辈吗那不能这么令啊司马师的追认不是你听我说啊我会说到我会说到我 我会说到司马爷的问题所以在当时是没有任何人那么分的为什么孙策是王就是因为他给他爹追分为皇帝他孙策是孙间的儿子皇帝的儿子分王他这个王是这么来的好我再说司马炎司马炎追分了他大伯司马师当皇帝对首先第一点司马师是长辈呀他是他是司马炎的大伯呀他是长辈呀他不是平辈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司马炎这么追分的时候也是群臣反对不是说按照我们想象的就有道理有道理他也是群臣反对是一模一样的啊 这解释第三点为什么司马炎一定要追分下司马师就是因为司马炎当皇帝他有一点不合理法 为什么呢因为司马师没有儿子是司马昭把自己的